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安顺 在牛车来去,我拜你们是头醉啊 刹头醉,我是一个电脑 演员尤安顺新戏几乎都在农田农舍拍摄 刚开播就获得不少回响 这是他们一家人跟田的缘分,有点深 休旅车偏离道路整辆车超过一半都倾斜卡在水里 本来干净的白色车身全被泥水喷溅 这是尤安顺7号在脸书po出的照片 原来他妻子出门去学校当志工的路上发生车祸 文章写下,牛车更田,但车子不行啦 自己在戏中演电脑土水,但不能为了闪狗就掉进土水里啊 透露妻子受惊了 车子也不小心累餐,还好人车平安 不少人留言关心,有安顺透露 得知后赶紧开车去接太太处理后续 随后也赶去拍戏 或许加上宣传行程可以说是马不停蹄 因为除了牛车来去 还有其他新作品也要与观众见面 得到四座金钟肯定的台剧做工的人 准备推出电影版,原班人马全部回归 时间轴拉回影机版的11年前 呈现普隆公三人相遇的故事 预告曝光,全新造型大公开 三人有过什么搞笑又感人的过去 影机版粉丝做的电影上映 TVBS新闻庄启元巡金台被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